其实是一个比较小型的 就是地区医院成绩的医院 所以人数 就是说大者人数没有那么多 我们大概就需要从年薪看到好 那我们医院其实有一个 蛮特别的一个历史 主要就是说我们这种的更新医院 在很早期的时候 叫做森若瑟医院 那夯朱刚成立的时候 是比利时来的台湾的一些修女 在万华那边成立了一个叫森若瑟医院 那后来才搬到银河区 那这个医院的工作 有一个很特别的传统 就是说我们其实很早期 从修女刚成立医院开始 其实主要的工作主力 是在早产额的这一部分 包括说我们到现在 都还持续有做很多 就是应该说 比这种比较小规模的医院 重点来在早产额的 其实是比较少一些 所以其实我们医院跟早窑这部分 也算是有一个蛮深厚的渊源 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些 失智的养股中心 因为我们应该有成立了一个 森若瑟失智老人基金会 所以我们就是变成说 从小的到老的都要看 所以我其实蛮多的时间 也在处理就是老年人的问题 那 但是在早窑的这部分 因为在我们医院目前是主要是 一位小儿神经科的医生在主要负责 所以其实 我自己比较没有看 比较小的小孩子 那其实负责的门神来 绝大多数都是 已经到了国小的高女 或者是青少女 或者是国中高中的阶段 那在这些阶段其实 面对到比较多需要处理的 其实是在他们的跟家里相处的问题 在学校人际关系的问题 他们怎样去 在学校的环境里面去跟其他朋友相处 不会遭受到霸离等等这些问题 因为我们大概知道 像刚提示也有提到说 像亚瑟失智、亚瑟失智会失智 他是比较更高功能的一个失智症的小朋友 他们其实对于很多的家长 很多的同学跟老师来讲 都不会觉得他们是有特殊状况的队案 但是又觉得他们 怪怪的,讲的好听是 酷酷的宅男 但是讲过好听一点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孤僻 比较不容易跟人家相处的一个小朋友 那这些状态在青少女的时候 其实就非常容易会成为被霸凌的对象 那我那天看着一些这方面的课案 我大概 虽然说我们会讲说 自闭症跟亚瑟失智症 他们其实有一些很执着 或者固执的一些特殊 他们其实经过长时间是还能改变 但是其实心理上面的一些治疗 长时间累积下来还是会有一些效果 因为我那边有不少个案都是这样 大概从火中 我有一个最长时间的个案从火中开始看 因为我到亚瑟跟新医院大概十年多的时间 我在前面的个案有大概十年左右的时间 从他念火中看到现在念研究所 我那中间一直蛮长的时间 那跟这些个案的相处比较多 我都是在他们到门诊的时候会固定 就是说花一些时间慢慢慢慢去跟他们谈 但是其实在前面很长一段时间 很多时候 因为大家知道这些个案他们有时候 话比较不多 比较费断一些 所以常常很多时间都是 两个人在那边拭目相对 就是跟他拗过那个时间 但是拗过一些时间之后 慢慢慢慢慢慢 你们会发现到 他们逐渐逐渐开始 他建立了一个来跟医生聊聊的习惯 那他们的习惯不容易建立 但是一旦建立了之后也不容易改变 所以他们当他们建立这个习惯之后 他们就会遇到有困难 或者是遇到有问题的时候 他会跑来想要跟你谈一谈 那我们不见得一定马上也够改变他什么 或者是对他的一些行为 或他的一些相处是能够做改变 但是其实有一些心理上面的支持 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得到一些支持 得到一些帮助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 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尤其是像刚徐志也讲到 然后那个家族性的问题 那边确实有几对小朋友是这样子 就是比如说 哥哥是自闭症 弟弟是亚斯福尔症 哥哥姐姐是亚斯福尔症 妹妹是自闭症 有不少这样子的个案 所以这个确实在 对像刚徐志也提到 如果说已经前面有这样子的小朋友 可能后面更需要比较小心近身 要去做一些赛景 好 那我们请看下一条 那 这个我觉得当然 因为徐志刚刚已经讲的很详细了 那自禁症他是 其实在蛮早就会出现的一个问题 在比较早里就 其实就会观察到这些小朋友 上面有一些 跟其他小朋友比较不太一样 比较特殊的状况 那他到底是什么原因 其实也很多理论跟说法 还是也没有办法说有一个很明确的原因 但是大部分确实在比较累积小的随段之前 因为都因为他们的一些特质就可以被发现 那他们比较多表现在对于语言的理解 跟表白这上面其实是有困难的 那跟旁边的人建立情感也不容易 所以像你刚刚说 自禁症的小孩子 就是说他的可能 妈妈包了非常多的时间去 处理他们这种非常问题 但是常常妈妈还是感觉就是说 好像很少得到他们的一些 比较明确的情感上面的回馈 这个对于家长来说 其实确实是很煎熬的事情 因为他很努力的去做了这么多的努力 但是得到的回馈其实是不太多 他们其实比较不容易去建立那些 比较良好的一些情感上面的表达跟互动 那也有很多对感官刺激 会有一些异常的反应 那当然他们有一些在玩 在生活都有一些比较固执 比较固批的状况 那这些会跟一般的小朋友不同 所以他们如果说比较小的时候 可能去到像这样的标志儿园 或者是热油班 可能他们就很难融入其他小朋友的一些活动 可能大家有一些规则 互相的一些玩法 但他们会造成自己要玩的一个方式 所以就会造成他们 比较不容易融入其他小朋友 那这家提示也比较多 比如说同侪 可以我们多去引导他们 但是有时候对于小孩子来讲 其实是很困难 你就是不能够配合我们 你就是不能够中入我们的活动 那我怎么可能会想要去邀请你来 参加我们的活动 我去邀请你来 就反而让我们的活动 没有办法好好进行 所以其实就因为他们的状况 会造成那些他们更不容易去被邀请 进入一些群体的症状 所以这个当然是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他本身的状态造成他不容易融入群体 那别人也不容易想要让他们来融入群体 那就会造成他们的跟人的互动更少 能够得到一些学习跟互动训练的机会 那当然他的特质会选择 面临智商 害怕智商 害怕可能自闭症的程度会有不同 那如果说比较严重程度的自闭症 大概比较确实我们能够 可能真的是在找到这方面尽量 能够让他们有一些些改善 但是到后段其实能够说的比较不多 但是我们那个里面会看到的比较是 就是说轻度的自闭症 我们跟亚子佛合症的患者 那病因很多 刚刚徐医师讲很多的 我觉得可以跳过去 好看下一张 那自闭症它的特征 我们大概可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在语言沟通上面 他们其实多半在语言上面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语言的发展 或者是发展比较迟滞 那他们的语言的用法也会比较特别 比如说他们比较常常会去重复我们问她的话的部分 或者内容 所以会有想说好像很像鹦鹉一样 在重复的我们讲的话 那或者是她梦里在那边去喜欢自己 在那边被她可能之前听过的一些广告课曲 那这些状况当然我们在比较小的小孩子也都会看到 但是选择小孩子成长 社会话语言的发展比较好 就会比较消失的比较快 但是自信任的小孩子这个状况就会停留的比较久一些 那当然对于就是戴尼斯的混淆 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特征 那即使随着她的年龄增长 语言沟通好像逐渐还是会有一些进步 但是基本上他们的对话会让你感觉到是比较很机械式 就是她在跟你讲话比较像她在背东西 不是在对着你说话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那他们的记忆力是可以 但是在理解力收向这部分就会比较差一些 那在人际互动这部分 就是他们比较会不容易跟人家建立一个比较良好心灵的人际关系 那有些自立的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 就会发现他反而就会喜欢自己去玩自己的手脚 比较会怕胎 那对着没有反应 也不太喜欢增加胞 我还记得我在荣总当住院医师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们那个耳工心上面精神科主任他 曾经有讲过说 那小朋友来看医师 他最喜欢做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小孩子从妈妈手上抢过来 看小孩子会有什么反应 那自立的小孩子通常就比较不会有很强烈的反应 他对任人的这部分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对他的母亲有那么明确依赖的动法 那跟他们互动的时候 他们眼神常常跟你比较不会有很多的接触 甚至他会有阻定你事先的接触 那比较 就是旁边的人跟他没有关系 即使是陌生人好像他也觉得无所谓 不像没有像我们一般小孩子会陌生人在旁边 就会出现比较紧张 他们好像还是自己玩自己的 自己做自己的 所以分离交流的状况就会比较少见 那即使说遇到不舒服 他们也不会说要跑去 比如说要妈妈抱抱 或者是要休息这样子 他们也好像比较没有这样子的需求 虽然我们可能可以观察得到 他们有情趣的这些反应 那外出的时候 他们常常都会自己走自己的 就不会 推偷找父母 那也比较不会跟别人一起玩 那他们在玩游戏的时候 他们其实就会比较有一些重复性的行为 跟有一些比较固定的一些模式 就是可能你跟他玩一个游戏 他可能每次拿来 他都一定固定要有一个特别的玩法 可能可以跟他讲说 我们可以怎么样怎么用不同的玩法 但他还是 不行 他还是一定很坚持 要用游戏的方式去玩 那 他比较没有办法玩有规则的游戏 很重要是因为他要用他自己的规则 他没有办法去依照其他的规则来做游戏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行为 比如说会去搅东西 舔东西 撕东西 乱个东西 或者是莫名的去碰触这些东西等一等 那或者是有时候会给一些感光 柠檬灯 就会好像吸引他的注意 会去定着三三五九的时间 那除了玩法比较固定之外 他们的很多行为 会有一些比较固定化 比较遗世化的状况 这大概是自立症 他对一些行为来参见的特殊 那当然他比较常见的行为问题 就会因为他有那些特殊 出现一些特别的行为的问题 那当然这些通常都是被家长 或者是老师觉得会比较困着 比如说他们会有一些自我刺激的行为 他们会有一些重复的动作 那也许是满足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感官 或者是心理的需求 重复的碰触 重复的去好像闻手上的味道 闻什么东西的味道等等 当然有些时候在课堂上 或在生活上 这样子的状况 就会造成老师 家长是会觉得很困难 那有一些刻板或故作的行为 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大概会觉得困难的地方 最近他们会有比较多一些固定的一些模式 所以其实我们跟他相处来 我们是比较要有诚信去理解 跟接纳他们的这些固作性 但是固作性 如果我们可以逐步逐步把它养成一个好的固作性的时候 其实他也可能可以成为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助力 他当然他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也会出现 那也有不少自立症的小朋友会出现很多过重的行为 当然他跟我们的注意力不集中 过重症其实不同 但是他们也会表现出来有一些过重甚至空急的行为 那这些他还是在比较轻度的小朋友可能会比较不那么严重 但是在稍微中度一点的 所以这方面会更多一些 我自己本身在青少年这个阶段观察到比较多 他们其实会慢慢慢慢发现到就是说 他们其实不太常有因为 就是不太常会出现没有原因的攻击行为 他们的行为多半其实是来自于某些刺激 或者是压力被诱发被诱发 所以在我们看到青少年这种被骂凌的自闭症 或者是某些人小孩子 他部分其实都看到他们比较少 是由他们嫌疏中开始攻击别人 他们常常都是因为别人可能去刺激他们 但是别人不见得重手 但是别人可能比较擅长 会用语言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去表现他们 造成他们的一些情绪反应 所以他们就会出现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些行为问题 但我自己印象很深刻就是说 我曾经有一个小男生 他在国中的时候开始怕我闻症 他在国中的时候就是出现很严重的被怕女的状况 所以他其实都不太敢去学校 不太想去学校 那后来经过很多努力 我让他情绪大致上海维持问题 你在他上了高中之后 就有一次他刚上高中不久 他妈妈就跑来告诉我说 他觉得这个学校真好 真好意思是说 因为他的不但老师其实蛮理解他 甚至他们班上同学 也都蛮能够接纳他 对他比较宽容 所以其实这个状况我就觉得很不简单 他在国中的时候 他常常会有在 比如说在躲避球的时候 他会拿球查同学 同学就会去跟老师报告 说他会攻击人家 但是事实上我们想继续去问他 常常都是同学先有做了什么动作 或者是做了什么事情 他才会去做这样子的反应 那我记得他高中三年 基本上都很平稳 我印象中没有发生过什么很严重的问题 但是到高三的时候 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同学做梦他 所以他就突然在教师门口的走堂上 大声的喊叫 那喊叫连学务处的主任都跑过去 那后来他妈妈事后跟我说 那个学务处主任跟他妈妈的反应是这样 学务处主任说 他在我们学校这么久的时间都很好 怎么会突然这样子 所以那个学务处的反应 主任我觉得他的反应很弱 他突然会这样子他会去找你 他不会觉得说是这个小朋友 他自己突然爆发 他那个学务处的主任 他可以理解说他会突然出现这样子的行为 其实是一定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其他同学做一些什么事情 去造成他的一些反应 那而且大部分同学也能够接纳 那我觉得像这种状况 其实真的不是很常见 就是说在学校的市场跟同学都能够理解这些状况 所以那个小朋友 他高中三年基本上都比您深圳的都 没有昨天发生什么大的摩擦或者是冲突 那现在上大学在大一 在大一的状况暂时都还好 没有什么问题 希望能够持续再 让他继续走下去 看一下 那对于自立症的小朋友的行为的处理 其实预防重于治疗 所谓预防重于治疗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他们的很多的问题 其实是带有他们的一些固执的特征 跟他们的一些特殊的状况 所以其实比较重要的是要去预防他 预防他其实就是需要去营造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 比较少问题的一个状态 或者是比较避免去诱发他们那些行为问题的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其实我们才能够比较更减少这些问题的产生 那当然这些行为问题 我们还是可以理解它还是一个沟通的方式 虽然说自立症的小朋友他们的语言沟通 不是那么样的好 但是这些行为多半带有他其实背后的一些含义 所以沟通的意思不见得一定是他很主动 想要表达些什么让我们知道 我是说这些行为表现出来的时候 他其实他可以让我们去理解 这一个个案他的某些状况 他生活上面 他跟人互动上面 他学习上面 他的情绪上面 遇到些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但另外当然就是因为他们的固执性 然后所以他们的行为 其实对我们来讲 其实是比较容易立策 只要我们能够 掌握理解他的一个行为反应的一个特质 其实我们就比较有机会可以提到出去 预防说 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知道什么样的状况 那当然比较有条理的一个结构的环境 一定会比较减少问题的发生 因为一些声音、吵杂、混乱的状况 对他们来讲都会有一些比较刺激 他们情绪不安的状况可能会产生 那对老师、家长来讲 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温柔而坚持 这个其实不容易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自立生的小孩子的坚持度 绝对是比我们一般人比较糟的很多 所以我们要能够比他更坚持 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家长跟老师是真的需要非常非常的耐心 能够去持续去训练他们 去改善他们的一些行为 那当然如果是在学校的老师的话 就需要对他的一些基本资料生活 需要有一些比较完整的了解 好像才比较早可以在他 就是入学前来到这个学校之前 就可以先预作一些安排或者是处理 比如说 或者讨论会或者是 那该怎么样不同的学校老师 能够理解这些状况 像 现在 我们这些特殊小孩 只要进到学校都要看IEP 那这个就是主要是希望让 所有的学校老师都能够理解这个状况 因为大概只有国小是大部分是级任老师 然后到国中之后都很多是不同的科任老师 其实不见得每一个老师都能够有共同的一些了解 这个真的需要一些沟通跟讨论 那家长的家长态度 还有对于学校教育的看法 这个其实也很重要 因为这个其实是需要去 应该是说应该需要让家长 比较有一些对小朋友 有一些合理合适的一些期待 去 因为需要让他们了解自己小朋友的一些特殊 因为如果是他们的期待是比较 不切实际 其实 长久经常来的业反而造成家长自己本身 跟小孩子互相之间的一些挫折 所以其实我们也 花比较多时间是需要去跟家长沟通这些 叫态度跟观念 还有他们对于小孩子的期待 他对于学校的教育 能够给他们的小孩子些什么 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地方 那当然能够比较建构 适合小孩子的生态环境 是很重要 因为他们的弹性比较少 我们的弹性比较多 所以比较多的地方 一定是要由身边的人 大家来协同去建构一个 对他们来讲 比较减少 他们容易产生不稳定 或者是产生不愉快的一个环境 那雅思佛威尔市症 这个症状刚刚提示也说了不少 那他们其实多半在三岁之后才发现状况 他们跟我们一般讲的自闭症小用 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 有一些差异 那他们在发展的早期 其实他们的口语的能力就还不错 有些甚至还有一种特殊忧虑的能力 因为我自己记得我到老婆更新医院的时候 第一个遇到的雅思佛威尔市政的个案就是一个男生 那时候是国中生 那他国中的时候得到全国的国有文竞赛的冠军 所以他其实反而这方面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好 但是他的人际关系就太多的问题 那他现在已经练到研究所 那也交了两次女朋友 刚才发展一交女朋友的时候 他妈妈就很担心 就是说不知道 对其他的女朋友 后来记得前两三个礼拜 有一次就他又回来 因为他现在其实就很不固定回来看门阵 那就是我觉得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会想说要回来聊一聊 那上次是带着他的女朋友一起来 就这样 今天是比较多是在协助他的女朋友了解他的一些特质跟状况 但是这个小朋友觉得很有趣 就是说他的 他经过那么长的时间 他其实也知道自己的一些特质跟造成的困扰 所以他自己在门阵那时候 他有当着女朋友的面跟我说 他其实他自己也知道 女朋友都一直在让他 他其实也要想要借机会表达 当女朋友知道他其实是很感谢女朋友这样子 但是他其实 他也想自己在改三页 那有些地方他其实不容易能够做得到 我觉得这 这算是一个已经还蛮有病适感的一个小朋友 而且他现在还常常在做一个事情 就是他在 扶导其他的雅士伯格政的小孩子 我觉得还蛮好玩 因为他 是 你知道知道有个那个 通话人自闭政家长协会 然后他的母亲在那个协会里面 其实他们就会有接触到很多其他类似的小朋友 他其实他常常 因为他算是功能比较好 也适应比较好 所以他常常在他们那个协会里面 会去帮忙去补导一些其他的一些 这些雅士伯格政的小孩子 我觉得也就反而不错的 但他们在跟自闭政比较不同 就是说他们比较没有语言 或者是政治发展这方面的词字 但是他们却对于社会理解跟互动这方面 会有一些问题 在语言上面 其实比较不容易就是去理解别人的 像个 或者是说自理常见 或者是背后的意义 他们比较会 紧张从字面去解释 他们也可能会有一些不平常的劈套 那他们会对语言后有一些特别的 就是比较字面上的解释 再举一个例子 就我刚才讲到说我有一个个案 应该说一对个案 姐姐是雅士伯格斯政 面前是自闭政 那姐姐已经是研究所的学生 那之前去一个出版社打工 那去出版社打工 这个出版社还是出版自闭政相关书籍的出版社 那他就描述了一次事件 就是有一次 那个他的主管拿了一本书给他看 说这本书跟我们的工作有一些关系 那你慢慢看 那晚一点份跟你讨论一下 结果我过了几个小时之后 这个主管就跑来 那他说你看了多少 然后突然就很生气 你怎么看那么久才看了三页 对他来讲他就很瘦恶 你不是叫我慢慢看吗 那我为什么要看很快 他们其实对字面上面的理解 他比较不容易去接触 接收到人 其实人气互动中间很多一些细微跟 非语言的一些或者是背后隐喻的这些含义 他们就比较常造成跟人在沟沟上面 会产生一些误会跟误解 所以别人可能就会觉得 你怎么讲话你都听不懂 可是对他们来讲 可是我明明就是照着你讲的话 来理解 所以其实在沟通方面的误会 常常就是在这些方面 但是如果我们 比起他们 我们就会比较采取一些比较直接 比较不要有太多复杂的 审视意识的方式 去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其实就 比较少会造成一些问题 好,请看下一番 那当然病因也还没有一个确定的一个理论 就是大概找不到没有确定病因的 就是多病因的影响 现在这样 那他们在社会跟情绪这方面 他们比较不容易了解我们一些社会里面的一些不成文的一些规则 所以 我之前还有遇到过一个小朋友 他是国中生 他 而且还是在台北市蛮有名的国中念书 但是他的妈妈告诉我 他已经有 几个月没有去学校 那我问问他说 他那么久没有去学校 你是跟学校请假吗 没有被 报中错吗 他妈妈说 学校没有 报他中错 学校也没有 让他请假 这老师已知不让他去学校 因为有一个他的急任老师 因为他的问题 也去看医生得到忧郁症 他说他怎么回事 他说 这个小朋友 在上课的时候会随时大声纠正老师讲错的地方 这个其实老师一定会受不了 对老师来讲其实是很丢脸的事情 那 你说 会跟 当然你大人也会跟他说 你要是要等下课 在私下跟老师说 那老师也比较不会那么没面子 他说很 正心的看着你跟你说 可是我不纠正的话 同学就学到错的东西了 这样怎么办 对 这个其实我们有时候就要想 对啊这样子怎么办 可是怎么办 其实他没有办法去上学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麻烦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 有时候 我们当时只听讲好像觉得老师很不应该 但是也未必只能 就是单方面就去怪罪老师 因为也有可能其实老师也 花了不少的时间去导致跟努力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问题 不过这种时候 其实我们会比较希望 如果老师能够用比较 好像优默一些的态度去面对 其实也许 问题冲突就会比较小 但这个小孩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 其实学校老师都很受不了他 所以变成是 老师不希望他去学校 那也没有 也不要他请教 也不会去报他中说 他就是在家里自己学习 这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他们在游戏的时候 他们会有时候会比较避免去跟其他的小朋友做接触 他们对一些社交的官吏或行为规赛 会有一些比较不适当的一些行为或评论 好像我刚刚讲的一个就是已经在念研究所 还会去辅导其他小朋友 那个小男生 他在国中的时候就曾经有一次 有一个女同学跟他告白 那个 因为那个小朋友 他其实长得很斯文 白白净净的 那在学校功课表现又很好 虽然说他很奇怪 但是可能有时候 就像徐医师刚刚讲的 他对于他们一些女同学来讲 应该是一个很酷 功课又美 他就长得蛮帅的一个同学 所以就有了表目他 但是那 那 从女生告白的时候 比较不敢那么直接 他就跟他说 我其实以前 就还蛮喜欢你的 这样子 他就听完之后 他就回了那个女生去 还好是以前 你知道吗 那我们一般人 应该不会这样子去回答 那 所以 其实很 特别就是他们的一些特质 那他们也有一些 固执性 那像刚刚同样这个小朋友 我自己也印象很深 就是他有一次在学校大发脾气 我大发脾气就是因为本来要考试 老师突然全部不考试 全班都很开心 只有他一个人不开心 因为他的心态 他已经是早就挑试到今天是要考试的这个状态 那你突然不考试 是对我来讲是一个突然的改变 让我突然 因为这样他们需要好像有一些固定的一些 schedule 让他们比较可以依序 他们比较不会有那种很乱的状态 但是你把我这个schedule 突然打乱的时候 我就会 情绪很不好 所以一定其他的同学都觉得很奇怪 因为不考试 大家都这么爽 为什么你这个 你要再跟他脾气 但他们就会有一些 这些很特别的一些状况 好 那他们当然在表达上面也会 比较不会那么样的敏锐 那对于一些竞争性的一些 运动游戏跟活动 一般来讲会 比较没有兴趣 但是也未必一定是这样子 经过一些学习跟机会 他们其实还是可能会产生一些兴趣 那他们会同传压力 比较不关心 但是 可能在比较少的时候 但是到了佛高中的时候 其实持续去问他们 他们其实是很 其实是很关心的 只是他们不容易去表达 也不容易去让人家理解 那他们有时候讲话声音的语调 会比较不寻常 可能比较尖艳 那谈话的时候 他会对别人的论点 好像就是在听 但是没有真正会有感兴趣的 这样子一个回应 目光的接触也会比较少 那也比较多的小朋友 他们在谈话的时候 会比较好像 着重在一些内容的细节 会让你感觉 比较不是说在跟你互相 他好像是要给他知道的那些细节 要报给你 而不是说 在跟你这些互相的交换感受 所以他们就会比较不容易 也会比较不容易理解别人的情绪 比较缺乏同意心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不寻常 或者是比较不准确的一些情绪表达方式 那当然这些部分 其实跟前面其实也有一些重复 他们比较不容易察觉不成文的一些社会规范 那对团体会比较没有归属感 那比较大了之后 其实会有社交的意图 但是因为技巧不好而被孤立 所以他们的社交技巧也不容易妥协 不容易协商 那他们也比较不会把他们自己的感受跟强发 解释得很清楚让人家去理解 这当然是容易产生一些误会的问题 但在认知上面 他们阅读好像是为了要 intake 那些 information 而不是说真正对那些很有兴趣的感觉 但是他们对某些事件 其实他们的长期记忆力跟我们一般人家 会觉得他们怎么可以记得那么久 那么清楚 那他们在社交上面一些想象的 因为这个想象就比较牵涉到需要有一些抽象 比喻这些能力 这些能力是他们来讲比较缺乏的 所以就比较不容易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想象上面的游戏 他们如果对一个题材很着迷 他就可能会去收集很多点细节 很详细的这些资讯 但是比较像前面 这好像就是要把那些 information 一直收集进来 那如果有一些例行的事物 或者是期待改变的话 就会突然出现不安的状况 像刚刚有句的例子 那他们也会有一些 例行的事物会逐渐逐渐发展出来 就会有一些仪式化的行为 那必须要好像 一定要做过某些事情 或者是比如说 有一些小孩 他可能会比如说 走在马路上 就我要 比如说每隔两个来干 摸一个来 再摸第三个来干 这样子一直摸下去 才会觉得比较放生 如果没有办法 或被干扰到 那这样就会出现一些不安的状况 那所以我们在 就很像我们讲 比较免迹反 就会成年人的 强迫症这样子的一些行为 我们看下一段 那 雅士伯克森的小朋友的 运动协调能力 比较不好 但是自闭症 因为新度自闭症的小孩子 好像不见得有这样子的问题 但是雅士伯克森会比较多的 因为 遇动协调能力 比较不好的状况 动作会比较更索 身体的自觉性比较差 那 初大动作的鞋 比较更新的动作都不好 所以这些 应该附健科 就可以发上很多人 去协助他们 改善这些 动作的功能的状况 那他也可能 有些小朋友 会出现有二次症的症状 他们也会容易受到一些特别的一些因素的干扰 有时候只是对其他人来讲可能只是很平常的一些声响 或者是很平常的一些讯号 但是对他们来讲可能就会造成他们很大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有一些电器产品的声音 或者是身体的触摸 像我刚刚讲到有一个小朋友 他在国中的时候用 躲地球去砸瞳的 就是把同学从背后拍他 对他来讲 因为那个小朋友 他其实对于这种身体的疯触是很应该 而且有非常非常不舒服的状况 其实 那个同学其实是知道这个状况 而刻意去这么说的 所以这是他在国中经常发生的问题 那他会 穿戴一些 固定的一些遗物 就 这个应该有一个例子 是 很有名的例子 也被大家怀疑 应该是亚世伯格事件 就是有一个 加拿大甲钦琴家 叫富尔格的 这个曲终应该就很清楚 他都会很固定 在那个时候都要戴着帽子 穿着大衣 即使是很炎热的夏天 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衣着的状态 他会有一些比较很固执固着的地方 应该有一些意外的神霞 也会造成他的一些困扰 或者是一些特定物件 但这些 其实都需要我们对他们有一些熟悉跟了解 才能够掌握 到底是什么东西 什么事情 什么声音 会造成他的一些困扰 在处理上面 当然因为他们比较多的问题 是在社交上面 所以就需要有一些个别 或者是团体的一些社交技巧的一些训练 让他们能够逐渐逐渐去学习到一些 比较好的一些社交能力 但是当然我们在去协助他们这些的时候 我们自己本身其实也需要 有一个能力 就是我们要有能够面对挫折的能力 我们不太能够期待说 我们能够很快的去 改变他们很多的行为跟特资 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在面对自己 就是说能不能够去承受一些好像长时间不太有改变 但是我们还是期待他慢慢能够有改变 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其实在面对很多可能很困难处理的个案 或者是很长期的问题 其实都同样会面对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克服我们自己本身对于挫折承受的这个难力 我们能够持续的去协助这些个案 这个其实这对我们医疗的人来讲 其实是一个不容易 但是就必须去面对跟你学习的事情 那需要有一些行为上面的治疗 还加到他们能够比较遵守家庭 学校工作场所跟社区的这些规则 那这些都是需要比较长时间 那在教育的部分 就是在学前跟并联系学童 就希望能够到他们的认知 自我照顾跟他们的一些 身体活动的能力 跟视觉互动 或者是感觉同和等等 这些人会有比较好的训练 那能够发展比较正常一点的社会跟语言的技能 能够减少一些不适切的问题 这是大概在学前跟并联系的时候 就希望能够做到这些部分 那这个就是我们其实会期望提供给家长跟学校老师 因为我们其实 在面对他们的时候 常常就很容易会有很多的情绪 那我们的期望可能也会不切实际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能够 当我们自己有情绪的时候 我们更不可能有耐心的去面对这些科班 所以我们就要去寻找方法 而不是用情绪来跟他们相处 那我们对他们可能有过度的一些希望 他们能够好像很快就能够跟一般的小孩子都一模一样 那我们面对他们有很多问题很困难 所以我们需要去多学习 增加我们的能力跟知识 而不是去害怕面对他们太怕 尤其是对于家长而讲 你就是已经面对到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小朋友 就是你需要去做的是去学习 怎么跟这些小朋友相处 怎么样来协助他们 然后因为害他并不能够改变这些问题 让我们多去占领他们 都不要去常常去披折他们 那也用接纳去代替主法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希望 我们能够让家长跟学校的老师 对这些对待他们的一些特质 有一些比较清楚的理解 我们可能都有比较得理 比较客观的态度去面对他们 而不是我们对他们有过度的期望 因为做个期望的结果 其实就是造成我们自己跟小孩子本身 都会有很深的挫折 所以他的问题当然是很广泛 问题行为也很多一样 但是我们主要都还是希望说 能够改善他们的这些不适当的行为 建立他们的学习习惯化 提升他们的人际关系 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复杂 也需要家长、学校跟医疗 甚至社会资源一起来配合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花比较多时间 其实常常是需要跟学校的老师 跟家长一起来沟通 一起来互相的帮助 因为我们的医疗人员 其实也是在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很多的知识、很多的技巧 也都是从学校的老师、家长那边学到 那我们也把我们学到的能够去跟他们 做一些互相的 大家可以互相找到 找到更多更好的方法 来对这些小朋友们 都有比较好的帮助 好,那我给大家分享到这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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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